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明白你的话语 而在当中也明白这圣灵充满祷告的人生 还要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大家好 那我又是我来包围 我每次有没有发现 每次总结的就是我 那做总结很惨 也很好 因为很好我不太需要去预备 很惨因为我听到其他的讲员讲什么 他们忘记讲什么 或是他们讲了什么 我要做一个总结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 到底我们征途系列的目的 和今年的目的是什么 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今天我们开始征途系列 主要是针对我们教会的意向 教会意向有三部分 所以今年我们就针对第一个意向 就是一个火热 充满火热祷告的 这个教会 一个人生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把系列分成 三个 把这个话题分成三个系列 可以吗 会动吗 OK 首先 第一个系列我们讲到圣灵充满 不知道你记得什么 可是圣灵充满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看 以福守书五章的时候 讲到圣灵充满 你圣灵充满以后会怎么样 有感恩 有彼此的顺服 可是要怎么圣灵充满呢 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 讲到圣灵有四百多处经文 但是只有四处的经文 是讲到一种命令 一个imperative 就是命令就是说 他要 那个作者要我们回应的 所以当然第一个命令 就是在以福守书五章说 你要被圣灵充满 第二个呢 在加拉太书就讲到 你要顺从圣灵 不顺从自己 顺从 这是对自己的 你是顺从你肉体 还是顺从圣灵呢 然后在这里 只要讲到使圣灵担忧 是以福守诸 四章三十节 什么是 他说你不要使圣灵担忧 而圣灵担忧 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弟兄姐妹 不合的时候 就使圣灵担忧 最后一个就是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在贴扎罗尼加前书五章 这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神感动我们的时候 你要去回应他 所以注意到 你说圣灵充满 其实有三方面 一个是朝上的 我们与神之间 第二是 人与人之间 第三是自己里面 你要顺从圣灵 还是顺从肉体 那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 而我们已经有圣灵 圣灵的内住 百分之百内住在我们里面 不是说我们有得到更多的圣灵 圣灵充满的意思是 圣灵得着更多的我们 圣灵独造我们的生命 我们更是顺服祂 愿意跟从祂的时候 是被圣灵使用 就充满 所以不是说 很像一个瓶子 你倒的水越来越多 越来越充满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系列 我们就讲到这个 圣灵的恩赐 因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需要圣灵的恩赐 不然的话 我们有办法来服侍 基督的身体 服侍教会 可是我们更要注重的就是 圣灵的果子 所以在那个系列当中 我们就看到我们 以前QPC的历史 讲到圣灵的运动 圣灵的恩赐的时候 所发生一些事情 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其实保罗讲到 圣灵的恩赐 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爱 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 讲到他们有恩赐 14章讲他们 胡乱用恩赐 要怎么去用呢 但是中间13章 他讲什么呢 讲到爱 然后我们看圣灵果子的时候 圣灵的果子 第一个就是爱 所以其实他们 两圣灵的果子 和恩赐当中的联系 就是爱 很简单 就是说 当我们要使用圣灵的恩赐 我们需要 但是在使用恩赐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那个 圣灵的果子 那个成长 那个属灵的成熟 所以前面两个系列就是这样 你看多好 你五分钟就听完了 好 所以这系列讲什么呢 我们讲到祷告了 到底祷告是什么 对不对 祷告是跟神说话 你为什么要跟神说话呢 主要是要建立关系 你不是 跟神发牢刀 或者有一个清单 说神我要这个这个 其实你不用说 神也知道 那为什么你要说呢 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如果神回应 你看到 神是真实的 去建立了关系 当你难过的时候 你向神呼求的时候 神回应你 那就是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讲到 祷告的时候 其实最终的这个目的呢 就是建立了关系 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说 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祷告的时候 你有在跟神建立关系吗 所以在这 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 上个星期来去讲到说 其实祷告 我们右手边那个X 有赞美神 先赞美 然后认罪 再感恩 再祈求 可是这些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其实去回到 那个祷告的目的 就是建立关系 当我们赞美的时候 其实我们与神的 这个爱的交通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我们是与神修复关系 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 我们是向神表达感恩 当我们祈求的时候 意思是说 我们依靠神 我们需要神 所以我们才祈求 所以看到没有 我们祷告 最终还是回到 这个中心的思想 这个关系当中 那今天我们谈的就是 其实我们讲 QBC 祷告的理念 当然祷告的方式很多种 可是我们的教会 特别是 大概 当我们开始 教会意向的时候 那个祷告的理念 是什么呢 其实祷告的理念 就是 讲到 用神的话 来带领我们 进入 祷告 我们祷告 是按着神的话语 当我们的 教会父亲祷告会 的时候 我们常常去 一段经文 来开始 从那段经文 我们要祷告什么 而且林牧师来的时候 他也带领我们 讲到 这个聆听 或读导 Lecto Divina 不知道你们 在读导的时候 有什么感受呢 特别现在已经 进了至少 有七八年了 有什么得着呢 当我刚 当人来的时候 我就 既然教会 就讲读导 我也去学 可是我有很多问题 我在想说 你读导的时候 安静在那边 神真的有跟你说话吗 你怎么知道 那个生命 或那个图案呢 不是因为 刚才你肚子太饿了 在想到 如是乱想呢 难道你们 没有这个问题吗 你们很厉害 我来的时候 很多的问题 我就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说 既然我需要 站在人面前 去教导他们 这样我要对他 比较认真 去做一些研究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读导到底是什么 这个灵听 或lectio divina 我们先看 他的历史背景 接着我们再看 圣经里面的教导 然后圣经里面的一些历史 最后我们来看 一个操练 所以我要很快的 很短的时间来讲 其实当我们看 这个读导的时候 他的历史是什么 初期教会 特别有个教父 叫Oregon 他就开始讲到 他一直读圣经 读了圣经呢 他就进入祷告 而他一直读圣经呢 他主要的目的是 特别是旧约的经文当中 看到基督 他一直想 一直默想 一直默想 直到他看到 就是看到了基督 他就祷告了 然后到第四世纪的时候 从这个 Ambrox到Augustin 奥古斯丁是 可以说教会 历史当中 最伟大的神学家 你看 就从他开始的时候 就开始了 这个词汇了 lectio sacra 或者lectio divina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有些些的 就有这个字 然后到第六世纪 这个Saint Benedict 他就开始呢 做了一些系统化 你要做lectio divina 或者读导的时候 有什么步骤 可是 有关这个话题 最兴旺的时候 其实是十六 十八世纪的时候 就是这些 Ignatius of Loyola John of the Cross Teresa Avila 这些都是天主教族 因为 那个已经过了 那个改革中了 改革中是1517 之后就有天主教 和抗罗宗 Protestant 抗什么 抗罗马的宗派 就是我们啊 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都是这个 从抗罗宗出来的 好 在最兴旺的 对读导最兴旺的时候 就是这几个人 这些天主教徒 你去读他们的写作 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 在读的时候 就有一些不同的想象 幻想力 幻想力很丰富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这些人 他们对圣经 是非常熟悉的 满脑子里都圣经 因为那时候 没有Facebook 没有电视 没有Internet 所以他们每天 就在做什么呢 读圣经啦 所以他们读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 所谓的幻想 是被神的话语 约束了 因为他们一直 满脑子里 满心里 都是充满着 神的话 可是问题在这里 当他们写作 给他们读者的时候 他们读这些平信徒 当时是没有圣经的 所以当他们读导的时候 就出来很多 胡思乱想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当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你就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读导是好的事情 为什么有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同样的实验 我们看到 这些加尔文 Richard Baxter 这些都是 Richard Baxter 是一个有名的 一个清教徒的牧者 当然加尔文 我们应该都知道 他是整个改革中的神学家 我们神学都是出于他 其实他们本身呢 也有使用读导 所以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有什么好处 圣经有如此教导吗 读导是什么 先读经 Lecture Read 然后默想 你默想 从默想出了什么呢 然后你做这个回应 Oratio 就是祷告 一个回应 讲话的回应 然后最后就是安静 或者安歇 这是那段步骤 所以基本上 他的后面的理念是什么 后面的理念其实是 用神的话语 进入祷告 所以我们来到神命前 不是说有一个清单 A为着家人 B为着自己 而是这个 这个神的话 到底在说什么呢 然后这个话 怎么应用在我生命中 今天是这个话题 我要怎么去祷告 这就是他后面的这个理念 所以讲到默想 默想经文 Meditate 圣经说什么呢 我们看一些的经文 诗篇第一篇讲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战 罪恶人的道路等等 他说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 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 是谁呢 就是昼月思想神的话 就是Meditate on the law of God 所以U.G.Petersen 他写了这本书 就讲到是诗篇 你知道诗篇里面有五本书 是有人编制的 所以上次我讲到的时候 诗篇是怎么结束的呢 是以五个哈利路亚诗篇 所以编制诗篇的这个主编 他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因为是跟神建立关系 到了最终 不管你前面怎么祷告 你是为什么祷告 什么起因 到了最终呢 你是要赞美 所以他以五个哈利路亚 赞美诗篇结束 那诗篇是怎么开始的呢 诗篇第一篇 第二篇 他们不是祷告来的 三篇四篇开始才是祷告 所以既然诗篇是 旧约信徒的 敬拜书和祷告书 那我们就要看说 为什么他以第一篇开始 最后五篇结束 第一篇他说什么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 唯喜爱耶和阿律法 昼夜思想 是讲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有福的人 是怎么样的人 他就描述了像一棵树 可是他怎么有福 为什么有福 就是因为上文那个 第一节 第二节 意思就是这样子 当我们要进入祷告 借着诗篇祷告的时候 从诗篇第一篇开始 是预备我们的心 进入祷告 你要怎么预备自己 进入祷告呢 最有效的方法 或至少圣经给我们 看到一个模式 是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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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千年 那几千年中的这些信徒 他们不是胡搞乱搞的 他们是有一个理念 而理念是什么 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 进入祷告的状态 最佳的方式 就是默想神的话语 这个人叫George Muller 这个Muller在18世纪的时候开始 或19世纪的时候 开始一个孤儿院 他是出了名一个祷告勇士 很多时候你读他的故事 他到了星期天 他说哎呀已经没有钱了 我有几千个孤儿怎么办呢 然后到星期一的时候 哇突然有人送米啊 送粮给他 所以很奇妙他的故事 而他的整个故事 就是讲到他祷告的生活 这是他的分享 他说我之前的灵修呢 跟现在是有什么不同 从前我一起来就祷告 但我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体验到 与主亲近的那种感受 而且常常会梦游 哇你不知道 我读了这个 我多安慰 然后最近 我不是每天五点起来祷告 很多时候都在梦游 然后想我真惨 然后读了 原来他也这样 好了梦游以后怎样 他说但是呢 却现在不是如此了 现在我一开始思想 新约的圣经 不是为了教导 而是为了我自己的灵魂 在喂养自己 经文带我进入认罪悔改 感谢和祈求 过了一会儿 我继续想下一段话 是讲什么呢 并且从所读的当中 怎么变成一个祷告 然后最后他说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 学到这个祷告的方式 好 以经文进入祷告 我们再回去诗篇第一篇 他说 这个人是有福的 反而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整个诗篇的神学 就是一个人 跟随主的人 有那种丰盛的生命 有那个Salom 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不是说他们 生命都很好 一直很富裕 因为你看诗篇的时候 你看真言的时候 他说一个跟随主 有福的人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可是这个有智慧的人 常常也碰到问题 对不对 所以在诗篇 他才会哀哭 他说神为什么这样 周围都是敌人 所以可见说 当他说这个有福的人 尽都顺利 他的意思 其实不是说 我们都没有问题的 他说我们所做的 是有价值 是神纪念的 然后他中间 他说 好 这个人是有福 怎么样有福呢 他像一棵树栽 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接果子 椰子不枯干 椰子不枯干 这样的一个人 是谁样的人 他像一棵树 你说树 是不是每一次都有果子呢 当然不是 只有一些的季节才有 对不对 那没有果子的时候 是没有进展吗 他在做什么 冬天的时候没有果子 他在做什么呢 在生根 他的树干越来越壮 他在准备 所以说一个有福的人 生命是尽多顺利 他是以一个树来描述 可见说 我们不是每次都有果子 都顺顺利利 哇 很有 很丰盛的生活 有时候是经过冬天 有时候是没有果子的 可是没有果子的时候 神仍然在动工 我记得以前 在美国的时候 买了一个房子 旁边都很多草丛 都不是什么来的 然后我岳母来帮我 因为她照顾我的孩子 他们刚生的时候 她就每天没有事的时候 她就在外面捡捡 拔野草 也不用拔什么 然后突然她走了 六个月以后走了 到了春天了 春天来突然那些草丛 一塌糊涂的那些草丛 突然百花几放 原来他们都是玫瑰花 而且开得很漂亮 所以我发现说 原来你要去修剪它 不然修剪是 冬天的时候 你看来没有什么 可是其实它在生根 它在成长 它有斩尽 按时候 结出果子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默想神的话的时候 你说 神我祷告 我默想都没有回应 也没有什么 我看我的生命 也不是丰盛 也没有什么果子 可是其实 那个树的根 是越来越深 我们在成长当中 而成长了 就按时候结果子 这就是有福的人 你要怎么有福呢 他就做一个对比 一个恶人 和喜爱神律法的人 恶人是什么 他说 不从不战不作 从这个图案你看到了 这个人的心 是越来越刚硬的 对不对 他本来不从就是不参与 然后他讲 这个人是在走路 然后最后 他已经坐下来了 所以说到恶人的时候 其实他不是讲到 一个做坏事的人 特别你看诗篇 真言的时候 对不对 真言的那个恶人 他不是做坏事的人 恶人是什么人呢 不什么 不信靠耶和华上帝的人 你去读真言诗篇 去研究他讲的恶人的时候 当然有包括做恶的人 但是他最主要的这个 描述恶人的话 是那些不信靠神的人 信靠自己的人 所以当你说这个人 不愁恶人的计谋 不作战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作亵渎人的座位 这个人是越来越 心越来越刚硬的图案 对不对 越来越生根 在罪恶当中 越来越依靠自己 而依靠自己是一个 变成一个本性 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不是依靠神 而是依靠自己 那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是依靠谁的人 然后做对比了 你不要越来 刚才是要做什么呢 你要爱神的律法 昼夜思想 所以讲到这里 就是其实我讲了这么多 就是要讲这个 这个义人是 爱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在那里一直在 默想神话语的人 所以诗人 以诗篇第一篇来开始 他是讲到说 我们要进入诗篇的祷告 怎么预备自己呢 诗篇第一篇说 你要默想神的话语 不但地反复地思想 所以默想这个定义是什么 反复地思考神的话语 直到你觉得神有话对你说 然后我们做出一个反应 这是meditate on God's word 我们在那边听了 读了 一直默想 直到你觉得 这个话对 神的话对我有话 有益处 讲了什么 我们才回应 默想神的话 是让神的话充满你的脑子 直到他进入你的心 所以不但你在头脑里 一直默想反思 直到他进入你的心 因此这个主教呢 William Temple他说 你单独中的所思所想 反领出了你的宗教 你真正的宗教信仰 其实是当你 你站在一边 无所事事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那个才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 我们站在一边想 哇 那个男人 那个女人 他爱不爱我 或者看到 哇 那三层龙的高 三层楼的房子 或者想 哎呀 那个跑马很美 我们一直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个William Temple是说 其实这是我们在反复思考的 所以其实我们人 我们都在默想一些事情 我们都在meditate 你懂吗 在那边默想 问题是默想什么 当你担忧的时候 你是在默想问题 对不对 你一直想到头脑惨了 明天要考试什么 一直担忧 担忧 你在做什么呢 你在默想问题 所有我们人都会在默想东西 问题是默想什么 而诗篇告诉我们 不如我们就默想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默想这个观念 在圣经里 其他部分讲什么呢 诗篇39篇说 默想的意思就是 使你的心发热烧起来 你想到神的话 一直想到 哇 你心里火热 你有没有曾经有这种 经历和感受呢 诗篇48篇它说 当你察觉到神的同在 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你默想神的话 直到他从你头脑的知识 变成一个真的一种体验 说你在神的面前 敬畏 最后他说诗篇19篇 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 你说默想神的律法 就是回顾你的生命 属散神的作为 所以从不同的经文 我们看到说 默想神的话是什么呢 不是在那边梦游 是想神的话 想到你心里火热 想到你知道你在神的面前 想到你回顾 数算神的作为 甚至在以福所书 当然六章讲到 那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讲到最后 他讲你要穿上 那个全副的军装 重点是说 拿这个拿这个 并拿着圣灵的宝剑 然后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道 然后18讲 靠着圣灵多方祷告 所以靠着圣灵多方祷告 是什么呢 当然我们看上文的话 他就跟神的话语 是有关的 对不对 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 你要靠着圣灵多方祷告 所以你跟着他思路的时候 靠着圣灵多方祷告 靠着圣灵的祷告 就是靠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话语 好我们来看一些的 圣经当中的一些例子 首先当然是 我说谁呢 你说神的话语很好 我们默想 要完全进出神的旨意 但是有谁能完全 喜悦神的律法 神的旨意 希伯来书十章 他讲到耶稣 他讲到那时 我说神啊我来了 我要造你的旨意而行 讲到这是耶稣 而他这段话 其实是来自于 诗篇四十篇第八节 四十篇四十篇第八节说 我的神啊 我乐意 我愿意造你的旨意行 你的律法在我心 作者的意思是什么 是当谁能够完全的乐意 遵行神的律法 不是你不是我 而是耶稣 耶稣就是那位 完全遵行神的律法 完全乐意摆上的 所以他在 哥基马尼元 他说什么 神如果可以 你把你背挪走 但是呢 不是按照我的心意 而是你的旨意 而祷告 当然 当我们明白 这个默想的意思 用神的话来祷告 我们要祷告 唯一的办法就是祷告 你越祷告 越操练 越熟悉 你祷告 你要成为一种喜乐呢 首先是一种喜乐 一种方式 我们有一种节奏和惯例 所以我们看 经文当中的一些的例子 诗篇第三篇 第四篇 讲到成岛和完岛 第一篇他说 你要默想神的话 第二篇讲到 你要看到弥赛 神要拆下弥赛而来 然后第三篇就开始祷告 而他第一个祷告是成岛 第二个祷告是完岛 编制四篇的那个主编 或者他做整的 他有一个意识的 而当犹太人 他们用四篇祷告的时候 是有一个节奏 一个时间来祷告 我们看丹尼里 丹尼里是有按时间祷告 对不对 当那个王说 你一定要跪拜我 你不可以祷告的时候 圣经说 他按照他往常的习惯 在早晨的时候祷告 打开窗口 他是有一个节奏 一种方式 同样的耶稣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看到耶稣 在夜间一个人的时候 去寻求神 在神面前的祷告 所以最后我们要问自己 那我呢 我的祷告习惯是什么 你要开始操练祷告 你必须有一种习惯 一种节奏 因为耶稣 就是那位钉在 那个十字架上的主 因为耶稣的牺牲 他让我们能够 被神接纳 他让我们能够成为 四篇第一篇的那棵树 栽种在溪水旁 默想神的话语 成长 按时候 结果子 这仅仅呢 就是因为 耶稣为我们成就 而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 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种 每一天祷告的习惯 或者教会生活呢 所以教会的祷告会 我们的父亲祷告会 CPR 这些其实就是一些的练习 我记得当我刚信主的时候 也是这样 人家祷告 祷告是什么呢 所以你要操练祷告 学习祷告 最好的方式是怎么样 就是参加祷告会 教会祷告会 你听别人怎么祷告 为什么他们怎么祷告 而渐渐的 你模仿 渐渐的你学习 而他也成为一个 一个习惯 我们是每一个月 很好 每一个月你可以来 以前是每一个星期都祷告 都有祷告会 这个只是一个月一次 所以我们能够 播出那段时间 说每一个月的一次 我们教会一同来 来祷告 而我们要怎么操练 这个用神的话语祷告呢 这个John Piper的牧师 他有一个方式 他说他读神的话 先读读读读读 读默想默想默想 最后讲的是 这个经文 神要我祷告什么 然后从我 外面多一个圈 这个经文 怎么应用在我家人的身上 我怎么为他们祷告 那他不是说为他们听到 不是读了说 老婆起来起来 你看神的话对你说 你要顺服我 不是这样 他是读了那师父 他先为自己祷告 然后为家人祷告 然后为教会祷告 为社区职场祷告 为世界祷告 可是他祷告是 围着什么呢 围着那段经文 用经文 神的话语 带我们带我们 带我们带入祷告 所以我们看到说 其实从教会历史当中 有种种不同的 这些的祷告勇士呢 都是以这个方式 来寻求神 来亲近神 那我们 能否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呢 Jonathan Edwards 他是 在18世纪 神使用他 开始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 这位牧师 他就说 他说我经常在森林里走着 独自一人 在默想神的话 神的话语不时 就触动我的心 使我花上好一段的时间 在一节经文上 每一句话都充满意义 使我心里甘甜 在默想圣经时 不知不觉 时间就飞逝了 他是在纽约的一位牧师 然后呢 他说每一天 他就到森林里走 做什么 默想神的话 直到他心里 有那种甘甜 他说我有一种 与世隔绝的感受 心里呢 不被世界的重担捆锁 独自一人与基督交谈 被神的同在 完完全全包围着 这些属灵的事 使我心里 感到一种温暖 无法用言语表达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 这种经历 如果我们没有 我们说 为什么这些人有 这些人不是异端 也不是那种那些 那些零恩派的人 你知道Jonathan Edwards 讲道是怎么样的吗 他讲道就是这样子 他故意讲道是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神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讲吗 因为他相信 神的话感动人 是圣灵的工作 不是他的情感 可是他这样讲话 我们听了都会睡觉 可是神使用他 开始美国第一次的大复兴 整个国家的复兴 就是这位人凶 所以我尝试过像这样 这样讲道 可是讲了五分钟 人家就用石头扔我 不是 其实看到的时候 为什么他会有 这样的一种感受呢 看到那种甘甜 然后就来到这一段 这一段话是 他生命中很出名的一段话 他说在1737年 起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到Hudson River 其实那时候是一个森林 现在当然 纽约是很繁忙的 他说跟晚常一样 我思考神的话语 而祷告 而我看到了一个奇观 神儿子的荣耀 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宝 他是伟大奇妙 完全纯洁的恩典和慈爱 这恩典慈爱 似乎是从天而降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经历 是什么呢 这个经历就是 其实跟我们讲到读岛 的这个整个的理念是一样的 记得读岛开始 为什么他们要用读岛呢 Oregon他主要的目的是 要看到基督 然后看到教会历史这些种种的勇士和伟人 他们在这种祷告的时候 他们经历到神的同在 所以我问了自己说 我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没有这种经历 如果没有 是不是我的 我出了一些问题 那我想到的时候 其实我跟你们分享过 当我在教导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预备的时候 我觉得 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 为什么 后来我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那个道 在想神的话语 想到一个地步 我心里发热 我说原来是这个经历 有时候我在那个0203 还是其中一间房子 自言自语那边 我们的这个客室有这个玻璃窗 我不懂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把它盖住 我这边自言自语 每次有人就走过 看来这个人 是不是吃了什么药呢 好了我自言自语 突然我会觉得 哎呀 神的话感动我 我真的会有这种感受 我就觉得 这是神要说的话 所以我会停下来祷告 所以你知道 当我读这些人的经历 我就有安慰了 首先我不是在那边吃药 我做这个梦游 其实是非常平常的事情 是OK的事情 可是我们继续 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 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 我们看到神话语的那种甘甜 神有话 对我说 各位弟姐妹 我们要学习去操练 其实用神的话 祷告 对我也是一个新的操练 特别在近几年的时候 在QBC因为 认识到这种 真的是认真去 不是认识到 是认真的去研究 到底这个读导是什么 而对我来说 是一个操练 我记得一个段经文 怎么为着自己祷告 为着家人祷告 为着教会祷告 不是在神面前有个清单 当然也是可以 祷告 神不是要祷告方式 祂是要祷告勇士 所以祷告的目的是 我们建立关系 而不是一个方式 可是在圣经中 这些不同的 教会的这些的人当中 他们给我们看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回顾了 我们教会的意向 核心的这个价值 Spiritus Vitae 圣灵充满祷告的人生 我们是火热祷告的教会 可是当然教会就是人 我们人生 就是怎么样 对神 不要使圣灵 担忧 消灭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对神的关系 修复 对人的对外 就是不要使圣灵担忧 以言语行为 使要破坏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 对内 对自己 你要顺服圣灵 不要顺服肉体 对付你的肉体 这三方面的修复 而最终以爱 来使用恩赐为动力 最后呢 就是按着 神的话语来祷告 我们以这个图案 对上 对外 对内 而中间呢 我们强调的不是恩赐 而是爱 而是我们怎么对待人 而是圣灵的果子 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以神的话语 来推动祷告 那我不知道你们 我知道你们坐在那边听了一大污水 因为每次听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 可是对我来说 这一年呢 当我们要注重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当然比较好 比较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去读 而对我来说 我在这方面 我觉得在这一年里面 确实是有成长 有学习到 而我非常感恩 所以我对明年的主题呢 哇 也是很兴奋 明年是Missure Day 我们是说 为基督影响 身处的社区 与更广的群体 在新加坡的教会当中 他们把今年 放为祷告年 明年放为外展 后年就讲到 做门训 所以其实跟我们教会的意象 是一模一样 而我们教会意象 比他们早了18年 所以今年我们就祷告年了 明年就是 讲到外展 后年我们就讲到 Imago Christi 就是基督的样式 你讲到门训 其实门训的目标 就是越像基督 就是更像基督的样式 所以明年我们要讲到 这个Missure Day的时候 我们也翻成三个系列 1月就讲到 为基督活出影响力 然后7月讲到 怎么影响社区 11月讲到 怎么影响世界 所以跟你们分享 希望你们可以 也带导 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 来参与 让我们明白说 我们教会的意象 的意识是什么 我怎么可以看到 不只看到这个意象 可以跟随 参与这个意象 好不好 好不好 谢谢你 好 我们可以分房 然后我已经分给你们 一个一张纸 让你们分享 我知道上个礼拜 你们没有时间 所以这个礼拜 我补回给你们 给你们20分钟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再次感谢你 让我们在你话语中 是饱饱的得着 因为我们从诗篇当中 学到说 诗人是如此 如何的预备 他的心 来亲近你 来向你呼求 巴不得你也能够 教导我们 圣灵 求你充满我们 带领我们 还要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